欧盟大力支持一带一路,对华经济合作的意向已经十分明显,双方发展也必将走向共赢。 这几天,意大利做出了一个新表态,它要成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七国集团——G7。 成员国,而且计划2018年年底前就与中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此前,同属G7的。 英国和法国也曾谈及这一备忘录的签署,但目前尚未实现。意大利拥有G7和欧盟成员。 欧元区重要经济体三重身份,但其体量并非G中最耀眼的一个。如今意大利誓言在。 一带一路合作上走到其他国家前面,它的考虑其实十分清晰。 而这些考虑中意大利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或许要追逐到十年前。赞助商链接。 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一举触发欧债危机,意大利遭到央挤。随后全球经济低迷。 意大利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旅游业遭重创,以至近十年来该国经济增长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9月21日,意大利副总理迪玛约表示,意大利想成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首个七国集团,G7,国家,并计划在年底之前做出这一行动。 香港南华早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学者董依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意大利现在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表态主要有三方面考虑。 从地缘方面看,意大利毗邻地中海、中东、北非,是最接近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的G7国家。 作用这样的地理位置,意大利自然希望重现其历史上作为贸易枢纽所享有的巨大经济利益。 从经济方面看,意大利经历欧债危机后经济乏力,美国发起贸易战又使得。 欧元区经济整体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因此意大利较其他G7国家更需要新的较大经。 既懂能来提振本国经济,对兴建基础设施,拓展海外市场,发挥企业优势。 利用自身独特地缘优势等都抱有很大兴趣。 赞助商链接。 从政治方面看,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姿态不同,意大利主要从本国需求出发。 认为尤其在面对移民难民问题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繁荣。 可以为意大利自身安全提供一个稳定锚,因此参与一带一路的力源远大于B。 资料图片。2017年5月10日,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接受采访称,一带一路。 倡议给意大利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机遇,也给双方提供了进行更大范围合作的重要机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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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9月21日,意大利副总理迪玛约刚刚结束两天的访华之旅。 这已是今年意大利新政府成立以来其高官的第三次正式访华,而11月的中国国际进 口国揽会期间,迪玛约还将代表义政府访华,意大利试图借力一带一路 强化对华经济合作的意向已经十分明显 不过,欧盟日前公布的一项计划却似乎发出不同声音 欧盟的新计划名为新互联互通战略,倡导将全面,可持续和以规则为基础 作为推进欧亚互联互通的原则,计划本身其实提到了将中国列为首要双边合作对象 不过多日来仍持续有外媒提到,该计划无异于向一带一路发起了挑战 赞助商链接 9月19日,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对外行动署联合发布题为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 盟战略的设想的政策文件,全面阐述欧盟实现更好连接欧亚愿景的计划 表示将同亚洲国家加强合作 欧盟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绕梦内讲习教授王一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欧盟此前强调 一带一路应该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发布新互联互通战略 就是基于这一看法采取的实际行动 不过欧盟的目的主要还是强调欧洲方式 董亦凡进一步表示,欧洲近些年看待一带一路经历了一个从不 理解到尝试接触再到拿出一份计划来回应的过程 这反映出欧洲的一种诉求 即欧洲认为欧亚之间的互联互通进程对其整个经济发展,周边战略 全球伙伴关系以及欧盟的全球角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欧盟需要在这个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不能作为这一巨大进程的旁观者 所以他现在要拿出自己的主张,参与进来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为者 同时在包括透明度 治理标准等一些规则制定的问题上 欧盟也想把自己的高标准融入 到欧亚互联互通进程中 为自己扩展政治化语权,谋求更多经济利益 赞助商链接 媒体发现,欧盟委员会在其被忘录文件中表示 尽管在方法和实施方面存在差异 但欧盟和中国都知道确保各自的倡议实现良性协同工作对彼此都有利 欧盟外交 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默盖里尼也明确否认了该计划是为挑战一带一路的看法 有分析认为,美国保护主义政策正在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 因此正是东方 正是欧亚互联互通的巨大空间也就成为了欧盟的必然选择 从欧亚大陆两端发力联通 中国必然期待其所带来的扶植远景 而随着中欧持续实现增进事宜 双方发展也必将走向共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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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ed MINGmera装 há Ay ass 咱们可以使防 noble 离